新华社客下的联网新闻周刊报导 受疫情影响 中部省份的部分员 今年首季度的财政收入 大跌一半或以上 财政储备跌到低过安全水平 有院长透露 库房里面可以用的钱不够三成 已经不够给未来一个月的人工开支 而他在其他院了解到 这个并不是个别例子 认为基层财政运行风险 比地方债的问题更加严重 原政府背负巨大的财政压力 上一级的省政府又知不知道呢 记者问过那个省的财政厅 负责人说 有实时监控原市的库房原额 目前没有发现低过安全线的情况 有院长解释 原级财政部门为了避免被省领导约谈 会将一些政府基金暂时转移到库房 不过这些钱其实看得不用得 有北大经济学系教授就说 报道里面提到的中部省份财政问题 已经算好 东北和西部地区情况更加严峻 苏健说地方财政在去年已经出现问题 加上今年的全国抗疫 地方政府多了很多预算以外的支出 负担百常加根 其实今年是财政是全面性的一个进展 但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 中央政府它可以发债 再往下各级政府走的话 它举债的能力越来越差 有些地方政府干脆 中央政府是不允许他们举债的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依赖这个转移之后来 支撑它的财政支出 所以最终结果这个风险 肯定是上级政府 包括省级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来租提了 他有提醒 部分基层政府已经背下一大笔地方债 所谓地方政府来说 它经常这样干 它就是报喜不报忧 如果到真的遇上问题的时候 马上就会出现一些大问题 这是中国的行政部门中的一个常态 去年纪的时候 当时地方政府的最后问题就已经相当严重了 那么如果这样一爆发的话 那么接下来可能会非常严重 苏监认为即使全面复工复产 都不可能填补到全国近月的财政亏损 建议中央考虑变卖国有资产 例如国企股权缓解暂时的财政压力